瓦斯罐靠近高溫火源 没多久立刻引发气爆着火 垃圾车也曾经发生 因为挤压造成瓦斯罐爆炸 差点火烧车清洁队员赶紧灭火 而瓦斯罐放在车内同样很危险 民众打开车门 车内正见杂物面纸飞的乱七八糟 像是被炸过一样如同废墟 最惊人的是瓦斯罐 直接贯穿挡风不离 雨刷也因此变形 可见爆炸力道有多惊人 它应该受到太阳的一个曝晒 高压会产生气体的膨胀 会从洩风处那边做爆裂 可别以为11月太阳就比较不那么晒 初步判定车主太大意 把瓦斯罐放在车内 最近几天屏东出现30多度高温 瓦斯罐因为车内高温 导致罐内压力过大引发气爆 车内的常见会有瓦斯罐 定型液还有喷雾罐 甚至还有精油等这种高压的瓶罐 其他像是定型一等压力罐 也要通通离开火源或是高温环境 车子里面当然也不可以 小小疏忽可能已发气爆意外 甚至火烧车代价可不小 记得张初华来观赏 王书宏屏东高雄报道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